首先我们是不是应该打开这个道路窗口 好 Windows加R 然后调CMD 然后调回车 那在这里呢 现在我是在A盘的目标下 我想切换到D盘怎么办呢 来看一下 D回车 那是不是就切换到D盘了 好 那我们来一个D冒号回车 那如果再想切换到E盘怎么办呢 就来一个D盘冒号回车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进到了D盘 那再来看Directory 那么DIR是Directory的前三个字母 那么列出当前目录下的文件以及文件夹 也说把它列出来就在 好 那现在我们来一个DIR 车回车 大家来看 现在把我一盘下的这些文件和文件夹都列出来了 那我们来看一看我的一盘 来看我的一盘 这就是我的一盘 是不是跟它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这就是DIR 是Directory的一个缩写 那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那么还有这个是MD 不要读称MOTHER 是MAKE Directory的缩写 好 它的目的是干嘛 那是创建目录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边咱们显示出来 咱们来看MD AAA车回车 大家看这边怎么着啊 是不是创建出来一个AA文件夹啊 好 那么创建完之后 如果我想把它删掉怎么办呢 那么接下来就是RD 这个RD就是蕊木 Directory 好 那我后面跟的是AAA 好 车回车 大家发现 快说没了 好 那么再给大家说一个 叫做CD CD是什么意思 叫Change Directory 来看一眼 叫Change Directory 那么Change Directory 是改变指定的目录 也就是说进入指定的目录 那么本来呢 我现在在的是 E盘的根目录下 我发现在这个E盘里面呢 有这么一个A的文件夹 所以我要进入它 那就来一个CB 然后A车回车 大家来看 现在我所在位置就是E盘的A目录下 对不对 好 那么来看 我们再来打开 是不是就属于在这个位置啊 我们发现A目录下 是不是有个B啊 那我说老师 你怎么就知道A目录下有个B呢 我在图形画界面上可以看到 当然我在DOS里面 是不是也可以看到 就是什么 BIR 那么一列举出来 发现我们这里是有个B啊 所以你可以再往里进 来一个CB 然后呢 B 是不是进到B里面了 好 那么我们进到B里面 再来看一下 来一个DIR 这里面还有什么 是不是还有个C啊 我们就来一个CB 然后呢 再来一个C 好 那现在我们进到这里面再往下看 DIR 车回车 你发现这里面有一堆的什么呀 有一堆的TIT文件 那跟我们这样所看到的是一样的 都看到这一堆的TIT文件 那么前面这两个点 你不用管它 这是一般是我们系统的一些隐藏文件 不用搭理它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还有什么呢 命令 那么因为我们通过CD进入到很深的层级了 所以我想往回反一下 往上一个层级反一下 那就是CB点点 我们来看 现在咱们是在E盘下的A目录下的B目录下的C目录 对不对 那现在我想往上反一下 叫CB点点 大家看 我是不是到B目录下了呀 但是呢 我觉得每一次CD点点这个速度太慢 我想一次就返回到我们的根目录 再来看 这里有一个CD斜线 返回到根目录下 好 那就来一个CD斜线 好 敲回车 就返回到这了 能看准确实吧 返回到我们根目录了 那么再来看 我有一个DL DL是Delayed的意思 要删除文件 删除文件 好 那现在我想 在这个C目录下 把点TIT文件给删掉 那么你可以这样击进 CB 然后呢 A B C 然后敲回车 再来看 现在我们是不是进到这个目录下来 没有意思吧 就是说你把这个 它的整个目录 直接进去 那么进到了这个C目录下 进到C目录下 我就来一个DEL 删掉这个A点TIT 好 敲回车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A点TIT还在不在了 再来看 A点TIT是不在了呀 那我觉得一个一个删太费事了 我想一堆一起删除 那怎么办呢 好 也可以是DEL 然后来一个星 DR TIT 这个星是一个通费符 那么它可以几配 D C D D F 等等 比起来其他字符 对不对 好 那现在我们再求回车 大家来看 我这里面是不是怎么样 全都删掉了呀 所以这个DEL是帮我们去删除掉的 好 再来看 还有一个叫做EXIT 那么这EXIT呢 它是退出我们到斯文银行 现在我先不演示 先给你演示下面这个 CLS 它是清屏 Clear Screen 清屏 那么现在我觉得这个满屏幕 太麻烦了 太多了 所以我来一个CLS 来车回车 大家发现 我们这屏幕是不是立马就干净了 那么底下我们再演示这个EXIT 有同学说老师这不有个X吗 我这些关掉也可以的 当然可以 那么EXIT显得我们怎么样 是不是更专业一点 好 那就来个EXIT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退出了我们的DOS传口 那么这些命令呢 希望大家去了解一下 在我们今天学的过程中呢 会用到这么几个 但是在以后开发中 这个DOS命令 用的还是比较少的 你只做一个了解就可以了 好 这个知识点 让我们在这保存一下 谢谢大家